0918大地震造成副理箱立图书馆地基滑动馆是有部分的倾斜 而且副理箱的图书馆基地呢 它是位在上边坡挡土墙 就地补墙地基的风险很高 而且这个图书馆位置比较偏僻 学童的使用是有所限制的 因此县政府表示说会优先找寻其他公有土地来重建 让邻近的学校和小朋友以及居民都可以亲近来使用 918发生瑞士规模6.8地震后 导致副理箱立图书馆地基滑动 馆设有相当部分倾斜 并且副理箱图书馆基地位在上边坡挡土墙 就地补墙地基风险仍高 并且图书馆位置比较偏僻 学童使用有所限制 会优先找其他公有土地 而且邻近学校让未来的小朋友跟居民可以亲近的据点 就跟公所合作 那我们优先找其他公有土地 而且邻近学校让未来的小朋友跟地方的居民 都比较容易亲近的据点 因为这个点其实离市区还是有一点小段的距离 那馆长他们在平常工作的时候 晚上或者是其他时间 家长也不太放心小孩自己上来这里 有一段路 那我们觉得另密地点 文化局表示相关的灾损报告都会协助提报到工程会 看看未来公共图书馆有没有额外针对这一次震灾的资源可以补助 另外也会看能不能与民间基金会或者是相关团体寻求一些支持 然后相关的灾损的报告我们都会协助提报到工程会去看未来行政院或交易部那边 公共图书馆的部分有没有额外的针对这次地震给予的一些资源 那另外也会协助一起跟民间的力量 上关的基金会或者是一些的团体寻求一些的支持 文化局表示 公共图书馆立图书馆地基已经下线了 会尽快报请鉴定并且给予最大协助 也希望有更多的资源进到复理乡 记者高双双复理乡采访报道 麻烦钟